本节目由止痛品牌芬必得独家冠名播出 是在哪一刻你突然发现 你真真实实地感觉到说 有一些红了 就是这种意外的这种感觉 被外界认知 你在大街上会被人认出来 你就觉得很奇特的一种感觉 会有这样一种惶恐 我怕浪用这种影响力 我怕我驾驭不了这种影响力 我更怕我迷恋这种影响力 所以你在不断地辨析自己的心态 到底是什么 就好像拿放大镜来看自己一样 所以为什么今天是愚人节吗 人为什么要过愚人节吗 人过愚人节不是为了愚弄别人 是接受别人的愚弄 要承认你是愚蠢的 要承认你是有限的 你要时刻提醒你 不要让你的整个一生 成为一场愚人的游戏 很多人问我什么是青铜时代 对于游戏玩家来讲 青铜意思就是新手 而很多人知道的罗丹的那个著名的雕塑作品 青铜时代 它的意思是人类觉醒摆脱蒙昧 在我的理解当中 青铜时代或许也可以解释什么是一个人 最初认清自我 也认定未来道路的 那个重大的人生时刻 其实我们的少年和青春时期 真的很像一块橡皮泥 在痛苦和梦想当中 揉捏成了各种样子 而青铜 让我们的人生第一次有了金属的质感 与过去重逢 与自我相认 探寻生命中 初次坚定的时刻 大家觉得摸一个女孩赔多少 这就是我问的 大家觉得摸一把赔多少钱 我问你赔多少吗 你说300 然后给你3000再摸9000 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因为你摸了它 这是可以提起精神赔偿的 理解我的意思是没有 所以要300万多不多 我们觉得不多 所以说过不过程巧诈 确定不过程 听明白我的意思是没有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溢价过程 可能摸你只要100就行了 但摸我就不行 300万都不行 我缺这300万吗 对吧 我不缺这300万 我让你赔多少 3亿 上海再赔30万吗 这种题目有点难 同学们跟上吧 我们考试考的是中规中矩的题 有争议的一个个考试 刚开始上讲的那时候 非常非常的狂妄 我说这个考试是一个非常 这个低端的考试 这个很容易的 轻轻松松就能过的 很狂妄 也不管听者 谁我都瞧不起嘛 懒得搭理人 而且自认为自己也看了一些书 所以有的时候能够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 我也很开心 辩论的时候必须当那个最终的赢者 是吗 对啊 就有这种心理 有这种心理 就是很多都逼人 所以那时候是 虽然很狂妄 很有优越感 但内心深处并不是很幸福的感觉 不管 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虚伪的人 是一个很伪善的人 你瞧不起你自己 你总是瞧不起你自己 这是你很内在的一个冲突 于是你就仔细去回想 去回想你这一生中 所遇到的很多的经历 很多重要时刻 你才狂然纳妄 原来你就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这个过程很痛苦吗 很痛苦 因为它相当于整个人生观 世界观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向 有的时候回忆 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一些事情 确实非常的感恩 有很多事情不断地提醒你 人应该谦虚 人应该谦卑 人应该走出自己 自大自恋 那种偏见的洞穴 他们一会儿说 准备了一档 想要炒黄牛肉 你好 是不是您的名菜 我会炒 因为我们湖南菜呢 其实都很好 来了 来了 就是这个 得足够辣才行吧 这道菜 这个辣椒不行 肯定不够辣 这个可以 也挺好 就你爸妈也经常做这些菜 小时候 对啊 小时候 小时候是经常做 但是小时候呢 觉得父母很奇怪嘛 因为父母 主要喜欢吃芹菜 不喜欢吃肉 后来才发现呢 他们把肉主要给我吃 然后跟你说的是 我就爱吃那个芹菜 对对对对 好像天下父母都这样 所以就是感觉到越是免费的东西 越是宝贵的 像阳光啊 空气啊 父母的爱啊 这些都是钱买不到的 在你们生长的那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县城 在湖南省的南部 我们那条街就叫 就叫什么路 五一路 五一路 就是一条主街 主要就是围着这条街建的 然后有一条河 那条河叫雷水 你小时候是独生子女是吧 对啊 我小时候独生子女 很多是吗周围这样的 非常罕见 因为那时候孤独嘛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请乞丐到家里来 给他们倒水 给他们吃的 弄得我爸妈非常的生气 我孤 他们心里肯定是很烦的 但是呢 他们还是会给他说个饭 但是他们完成了一个孩子的 对 自己觉得就是对别人的这个善意 对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你那种爱 其实主要还是一种 出向意义上的 因为责任呢 不是你来承担的 责任是由别人来承担的 但是你想受了那种 你感觉你做好事的那种快感 但责任你没有承担 那当时像小县城里 真正走出去的人多吗 很少 我们那个时候呢 可能像我们这种县城的年轻人的出路呢 就是两条路 一条是北上 一条是南下 北上呢可能主要是读书 南下呢 其实主要就是去打工 我的同龄人有很多就是去广东打工 有很多人他们的命运 慢慢就跟你分叉了是吧 初中那时候不贪王嘛 我那个朋友他成绩特别好 后来呢我记得暑假的时候 去他家就经常找不到他 他爸妈说他病了 后来开学了还没来 后来才了解到不是病了被抓了 那时候他多大呀 14岁多一点嘛 就是这种社会上的混混 去抢劫 让他去忘风 然后他就去了 后来就被抓了 所以有的时候想 如果他那天叫我去 我会不会去忘风呢 我现在肯定说不会 我这个对吧 学习法律怎么能 会做这种事情呢 但是你要回想到 在那个时间点 如果真的他会叫你去 你真的 我不敢想象 所以人生就很多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时间节点 你只能把它归结于命运 当这些往事某些时候 跳起来的时候 就这种命运感会让你觉得 什么感觉 敬畏嘛 惶恐嘛 就是让你觉得 你要演好你现在 说演好的剧本吧 因为他本来都不配属于你 是真的 因为像我们很多 这个年纪的去南下打工 非常的辛劳 甚至还有些人 有的都已经不在人世 我天哪 这个2米8的大长土 这是天安门 这什么时候 我印象中应该96年 刚来北京不久 这个呢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其实就是来北京不久 然后就去北京的 各个景点的打卡 一起风发的感觉 二十多年纪 您孩子现在多大 出工 高中了 你没有从小跟他讲 一些法律的这些概念吗 没有 并没有 很少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孩子 还是让他寻找他所热爱的东西 就在这个路上 并不想给他太多的这种 我就希望他能够做一个善良的人 能够找到什么叫固怒 就够了 这个就特别典型的 小镇青年天之骄子这种感觉 一路一路 太挂了 一下子考到北京 我第一次到北京 我觉得好大 当时来宿舍第一天晚上 我就买了几瓶啤酒 我说来 大家见面 初次见面 我们晚上 你那个不安分的少年又出来了 对啊 对啊 就大家就是 现在大家回忆起来说 你小子 你瞧瞧你 你这个 我们刚上大学 有些人都从来没喝过酒的 真的 就被你教坏了 对 被我教坏了 我本身就是一个 不怎么循规蹈矩的孩子 只是因为被广述着 你不至于 到了大学的话 放难心海 率性而为 经常和同学喝酒 放声歌唱 还会骑着自行车 绕着北京城撞 甚至还会骑到天安门广场 有一次骑自行车去的时候 开都没气了 我也坚持祈祷 你们最爱唱什么呀那首 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 唱粤语歌 虽然我在广东的同学面前 不唱粤语歌 但是呢 可以在别的地方的同学 对 在北方同学唱粤语歌 是完全能唬住他们 他们说 哎呀 你的广东话说得好厉害 那我就说那是 熬纯正啊 这歌唱 其实都是在想 现在能进了吗 能进了 是从哪进 以前我宿舍在这个地方 就是二楼的 二楼上面的第一间 就这个窗口是吧 这窗口就对着 当时每次吃饭的时候 就坐在 就是我们坐在桌子上 看着人来人往 学校唯一的主堂囊 看漂亮女生吧 我们经常就六个人 点两节 就点点花生米 真的 对呀 他反正又不能赶我们 坐一晚上 对呀 我们就坐一晚上 我们那个时候 喜欢开湖南老相会 我们就互相抱怨 我们就其他省的人 好蠢 对吧 这个辣椒都不吃 太蠢了 居然还要吃馒头 不吃大米 这怎么搞的 因为我们一直说 为楚有才 于师为圣 对吧 月娜书院你看那话说的 大江东旭 无非香水于波 对吧 后来我续了一句 我说 大海东流 无非雷水涟漪 气势 对呀 就是你很狂妄的 而且 你很这个夜南自大的 就有一次开湖南老相会 这个他们没叫我 我说为什么不叫我 比方说我们今天开的是 长沙老相会 是这个省城老相会 这个你又不是省城的 叫你干嘛呀 长沙话你会说吗 就有鄙视恋来了 后来我问我另外一同学 我另外一同学长沙的 我说他们今天怎么没叫你 你不长沙的吗 他说别人今天是长沙市的老相会 我是长沙县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自己真的是很愚蠢 用这种所谓的这种 省计划分 所画出来的优越感 瞬间也会崩塌 对就简直是愚不可及 很多好朋友还是大学期间结识的友谊 现在经常也经常见 那你那些好的朋友 对你突然一下子爆红 他们适应了 或者说他们意外吗 会有些意外 但是会经常提醒我 让我要小心一点 其实最近的人 他们别的都不在乎 最在乎的就是你 就是觉得那些东西都 本质上来说 没什么太大意思 后来到上研究生 在接儿到后面 教书都一路都特别顺利 是吧 08年 我记得08年那天 是我生日 然后就获得我们学校的 我很堪重的一个奖项 叫最受本科生 欢迎到思维教师 那个时候你就更加的狂妄 09年在美国 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在加州伯克利 伯克利后面山上有一个 就是有一片山 很漂亮 我们想找一个野仓的地方 然后我开着车 但是那条路 其实是比较窄的 你突然你就 下意识地踩了一下刹车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踩了一下刹车 突然就会发现 一个轮胎就已经 在悬崖上了 就三个轮胎在道上 一个轮胎在悬崖上 悬空了已经 悬空了 就悬空了 我的妈 但其实正常人的反应呢 在这种情况会打一下方向旁的 对吧 结果就在这一刹了 另外一辆车从你旁边 呼就过去了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如果你打一下方向旁 你也肯定被转下去了 那个悬崖 跌得有二三十米了 拽下去估计 对吧 是否你回想起来 你才真正地意识到 若非命运的庇护 你早就没了 你所有的梦想 你所有对人生远大的一些规划 都是烟消云上的 都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只是当时你会做出不同的阶段 越是这种惊险当中仍然运气好 说明命运就是把你选择了 那个时候依然是在狂妄的道路上 一路狂奔 觉得所有的运气好 都只是加持了你的狂妄 就是你应该这么狂 你值得这么狂 所有的碎片花 拼出的一个图景 形成了你对它的认识 但有可能你拼错了 那个时候你拼错了 你拼出了一个错误的话 把头和脚拼错了 每个人年轻时都会有一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的年少轻狂 对啊 就是浪漫了 当然不能永远浪漫下去 那么最终还是要进入到一个规则体系 所谓随心所欲不余据 而且孔老夫是七十岁才随心所欲 而且他还是不余据 那你说会有那种一直浪漫或者说 不太可能 那会走向自我毁灭的 浪漫 漫漫都水着爬漫 会把烟死的 他才能够查呢 他才能够考慮 他才能够呢 那个时候 1999年在正法大学读研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有人带来了一个很奇特的人 跟我们来说穿着就比较奇特了 因为就是很破 身上还有一些味道 说这是谁是谁的老乡 然后晚上就睡在你下方 我说可以 后来才发现他就是一个来寻求帮助的农民 后来我们就帮他去处理 就是这种帮他做法律援助 其实我也不觉得我们帮了多少忙 我印象很深刻的 后来他离开我们宿舍了 后来就睡在我们学校地下通道里面 不好意思站在你们 他不好意思站在你那时候是冬天了 冬天很难 虽然你们很热情 可是他觉得好像打扰到你们 对啊 最后呢 我们说呢你赶快回去 你在这待着没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借给他一点钱 他回去 那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一个在这种绝境中求助的人吗 就是这种感觉他的困境就在你面前 以前经常就是空谈啊 空谈完之后喝得醉醺醺的 甚至抱头痛哭啊干嘛干嘛 他这东西都都很虚的 那现在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人 来到你们面前 而且当你看到了他的案件 你会发现真真实实的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 这个法律是可以帮助他的 然后你们觉得觉得很有意义 就是每个案件呢 它是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 影响了一个人的一家 所以他是第一次 其实把那个东西活起来了 就在你们面前 对 现在我现在闭上眼睛 我都能回想起 他当时进入我们宿舍那个狼狈 一直以 你在地下通道突然看到他 你那种真实 还有最后 他喊的那时候 我一定会还你钱的 像您刚才说的 大家空谈的时候 也会抱头痛哭啊 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状态 其实很矛盾的 一方面你还是对公平正义 有很强烈的向往 但有的时候你有一种 无力的感觉 很多时候呢 你有一种 这些东西呢 可能也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非常非常的混乱 你没想通你就会不快乐 对 不快乐的时候 你会借助很多东西来暂时麻醉 放中啊 喝酒啊 这些其实都是暂时麻醉 来掩盖那种声音 我们就说你不要跟我谈对错 对错是价值 现在我们是法律 是中立的法律 我们推出的结论 我们不管对错 我们只管结论的正当与否 正当的和逻辑性 冷静 对啊 价值中立嘛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当你得出的结论 严重的没被民众朴素的残情残感 你还会觉得很骄傲的 你说你想我们学法律还是有用的 就得出的结论就跟你不一样 它又导出了一种优越感 对啊 知识的优越感 就是你会觉得 这种东西 它就是有一种专业性的潮 一般人是不应该进去的 我们是有法言法语嘛 一般人是不懂的 黑话嘛 那那个时候 就是用什么东西来评判 我在学法律方面的这种 精进的段位啊 或者什么呢 就是你会用很多老百姓 听不懂的话 来描述 本来三两句话 就能说清楚的东西 有的时候会有 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知识的优越感 和这样一种 所谓的怜悯心嘛 所谓的同情心嘛 因为人越是喜欢探讨 抽象概念 人越是觉得自己崇高 因为你越觉得 抽象的人可爱 你就会越觉得 身边的人不可爱 因为忙着爱人类 以至于没有时间 爱具体的人 2003年吧 2003年 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也是冬天 我从双安山场呢 这个那个天桥呢 走到对面的 然后就看到一个 衣裳男女的老太太 灰白头发 到处在问人 大家都爱理不理 后来我就走过去了 我说你怎么了 他又问我 这个 某某援助中心怎么走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有点失望 我说你不用着急 我帮你查一查 打钥匙马上就查到了 原生中心在哪 我一看 就在那个地方 就在这附近不拒 我记得当时 印象很深刻 他从这个 其实从内裤里面 就是从这边 裤子里面 掏出一个小纸片 记者 这个掺朵的记者 我那个时候 就感到很难受 我回来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从北京西客站 找那个地方 一路走过来 从北京西客站 走到双山山 你想一想 他走了几个小时 他是不是已经挺大的了 对 白发长长了 然后没人理他 没人理他 我就觉得非常的心酸 我说这样 我打车带你过去 他当时听了这话 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 你想问个路 然后就给你跪下了 但是受到了其他的震撼 从回这个天桥的时候 还会想到这件事是吗 偶尔会想起来 稍微一提的话 会想起来 好像这个天桥变了 所以这样 我只需要 我给你帮你帮到 我这就好像 我能够点 那也是 看哪里 我还没想起来 我还没想起来 那些女性数 她无论 我 还没想起来 那就是 阿姨跪下你也得一下子做 对啊 这个就想哭嘛 你就赶快扶起他 我就打着车带他过去了 我当时也想听一下到底什么案件 因为我自己也已经考过律师执照了 但是问题在车上我自始至终的是没有说出我的身份 说白了我还是有点担忧 我也不想惹麻烦 我也觉得可能 就是那个话到嘴边了 是又憋回去 对对想说但后来没说 我印象很深刻他走到援助中心 他说真的很感谢你 你就不用陪我上去了 别影响你的前途 所以最后我就走了 所以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羞愧 他说怕影响你的前途的时候 你自己也咯咯一下 我是啊 我也觉得哎呀 真的是想到 他说出了你内心 他戳中了你的内心 但是马上你就会觉得 其实你是用你这种 这种虚伪的道德优越感来掩饰你内心 又狠狠地抛弃自己 这件事情 对我影响还是蛮大的 我就觉得真正的知识 要从书本 走向现实 真正的法律 并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 而是每一个人鲜活的故事 公平和正义 不仅仅要在书上得到体现 更重要 是要在每个个案中 得到回响 因为我感到 没有想到 不愿意 2010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 就是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吗 应该算 至少比我2020年 莫名其妙走到聚光灯上要重要的多 那你那一年在外人看起来 那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 会觉得你有变化了 是吗 首先你不再爱参加聚会了 你聚会中也不再爱高谈阔论了 喝酒也明显喝少了 那还是像变了个人似的 稍微变了 就是大家觉得你没有以前那么有趣了 那你自己心里呢 我心里觉得很有趣 对你也会有一种笃定 你会有一种平定 你最重要是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 最重要是你 听不到内心对你的抱怨 最重要是 多年以后的你能够看得起现在的你 这种敬畏会让你觉得 就是命运给你的东西 你要好好赚住 那肯定 因为这一切是你所不配的嘛 所以要回馈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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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课呢有的时候会讲一些段子啊 但是幽默啊 不是为了幽默啊 幽默啊 而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背后故事的沉重 我们之所以读书 行运 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享受什么快乐 高级快乐 你用任何仪器说话的人 都是不能 但是圆这个概念存不存在 存在 我们所有的法律人 非常要追求公共正义 因为正义是客观存在的 它不断的挑动着我们的心弦 让我们虽不能致心笑容 这就叫做正义 所以在讲这个讲座的 其实讲法考没必要讲这些 讲这么多东西啊 如果我们只需要培养出 技术主义的人才 似乎没有必要 但是我始终是觉得 他们要去思考 我为什么要从事法律职业 法律职业真的只是我的谋生的工具吗 能不能够有一些更宏大的一些支撑呢 能不能够跟人类千百年来 关于法治的传承的这根电线来接通呢 我想告诉他们意义 让他们知道 投入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多的精力是值得的 有一次去看守所会见的时候 那个看守所的民警呢 也当我看过你的讲座 也有一些警察朋友 还有检察官朋友 法官朋友回我发信 说我当时讲的一些东西 深深地鼓励了他们 我相信这些东西 忽然他们去思考 人类为什么会有法律 我们为什么需要法治 让他们心中能够长出这种根 后来等于是法律界以外的年轻人们也都开了 所以很感恩嘛 确实很感恩 就是我总是跟十七八岁的人会在一起 所以你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热情 能够看到希望 然后你在年轻人的话语中 你也会学到很多新的话语体系 您现在未来有什么终极的目标 或者叫梦想 过好每一天 演好当下的剧本 朝着 心中的 那个标杆去前进 每一天都过得踏实 对啊 人要做到 不清高 不矫情 不抱怨 当时是感觉 就是穿越了那个最迷茫和困惑的那个时候 慢慢就好像找到了这个光的感觉 是吗 人就踏实下来了 有这样一个过程吗 对啊 就是在黑夜中看到了微观嘛 你就朝着微观的方向走过去嘛 虽然有的时候你会怀疑嘛 你会觉得是不是走错了 但是 所有的怀疑都是为了确信嘛 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在非常大的这种竞争中 面临这样的困惑 我得赢 那么我需要找到非常多的 可以赢的办法 以前老说的我要忠于我自己 现在我要妥协非常多的事情 我要避免被淘汰 你会跟你怎么样跟学生说这些事情 那就如何过 看起来好的一生 那你就要去定义了 什么叫做好 好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关于好的标准 good 如果加个s 就变成了good 那就变成了商品 所以做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赚钱嘛 什么叫好医生 赚钱就是好医生 什么是好老师 赚钱就是好老师 什么是好记者 赚钱就是好记者 什么是好演员 赚钱就是好演员 那这样做一切职业分工没有意义了呀 你要去寻找什么叫good 然后你才可以去过good的一生 你才可以避免去随波逐流 你才内心会拥有一种笃定 你才会拒绝跟别人去攀比 也拒绝被别人所攀比 甚至是一辈子都要去追寻的那个good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要对焦啊 但你的对焦点太多了 你就不知道该去哪了呀 但是你能对焦到一个good吗 好 在这个时代 流量的时代 当然突然站在流量的桥头的时候 然后流量可能再过一阵 它又会退去的时候 对人会有震荡 那肯定会有嘛 你怕被忘了吗 我觉得被忘了是一个臂狼 还是艾比赫泰德所说的嘛 对于不可控的事情 我们保持乐观 对于可控的事情 我们保持谨慎 可控的事情就是你现在有一些 小小小小的影响 你别浪用 别得意忘情 对于不可控的事情 将来会怎么样 你不知道 你抱着乐观的心 接受一个开放性的选项 你最希望被记住的 如果说只有一个身份能被记住 是什么 老师吗 罗老师您好 罗老师您好 罗老师 罗老师您好 时常觉得再怎么努力 也在这座城市买不起房 不想奋斗了 人为什么一定要有理想呢 什么叫做理想 理想是共性的 还是个体化的 是不是好的生活 就只意味着能够买房 您觉得您的心理年龄有多大呢 我觉得我的心理年龄 应该跟我的生理年龄是同步的 您是怎么做到出口成章了呢 很多时候我们读过的书 就像我们吃过的饭 我们并不记得昨天吃了什么饭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 多读 多写 多练 慢慢慢慢的就会训练出来 我经常因为职场压力被压得透不过气 您有因为压力睡不着觉吗 您是怎么应对的呢 其实每个人都会活在一定的压力之中 我们总是活在他人的眼观中 他人的评价中 他人的注视中 但是我始终觉得 人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自己 要学会跟自己去比较 使得今天比昨天做得更好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 经历的最痛苦 最纠结的事是什么呢 知道和做到这个巨大鸿沟的跨越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某个时代中 您是如何具体辨认处理 每天涌入到你面前这些纷纷复杂的信息呢 用你的定见去删选 哪些信息是值得去看的 哪些信息是可以去忽略的 问题是我们是否拥有这样一种定见 打开腾讯新闻APP搜索节目名称 看更多精彩内容